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那用这个心 厨师带人家 生活工作都用这个心 你的享受跟祝佛如来平等 没有念用 真快乐 为什么不肯用这些 用自私自利 用损人利己 用贪嗔痴慢 用这个心 全促了 与自信通通不相应 与什么相应 与阿赖也相应 阿赖也是妄性 不是真性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用错了心 佛菩萨用对了心 他完全用这句 用真心重要 用真心不吃亏 用真心祝福 护念 龙天山神保佑 决定不吃亏 为什么不肯用 不能用真心 用妄心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 贪嗔痴慢 用这个心 佛菩萨 护法人 走了 谁给你靠近呢 妖魔鬼怪 冤情在主 他们来了 这些东西来了 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你的生活过得很苦 原因在此地 只要你不用忘心 改用真心 妖魔鬼怪走了 愿情在主 也走 互法人来了 佛菩萨来了 所以 学大臣的人 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所有一切的遭遇 一切的感受 统统是自己念头 变出来的 我们的念头不善 所以才有三土六道 我们的念头纯善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生 无意不是自作自受 一定要知道 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不可以怨天又人 怨天又人 最佳一等 为什么 与他没关系 与起心动念有关系 真正是佛的人 依照佛陀的教会 懂得佛讲的道理 知道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依教风险 你就能得解脱 真正解脱 解除烦恼 脱离生思 轮回 这叫解脱 那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大圆满 到极乐世界 实在不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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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